大家好 咱们这节课呢是由三个模块组成 第一个模块是关于职业健康 这个模块的内容呢 应该说从案例题考核 也就只考过一次在2013年 第二部分呢是关于竣工验收与备案 这部分内容呢应该说考核的品类适中 但是呢经常考一些内容 是我们教材当中没有 是标准规范上的 第三部分内容是关于我们后面 教材中有法律法规的相关知识 现在呢就剩下占用城市道路了 那么第一部分啊 我们提到过教材当中在管理部分 有三个性价比非常非常低的 有一个就是职业健康 当然除了职业健康以外 还有我们的纯质量 还有我们的成本 当然了 从造价那个整个啊 那一张性价比也不是特别高 那这一节的内容 它是分两节 考试是考过一次啊 呃当时2013年 这里边第一个内容 职业健康的安全管理体系 又一次介绍市政工程的特点 咱们再看一看 从职业健康这儿 他怎么说的呢 市政工用工程 施工条件复杂 得 又再强调我难处啊 施工中多专业 多工种集中在一个场地 施工人员流动性大 作业位置经常变化 施工现场存在较多的关群因素 属于事故多发的作业场所 得 还是再强调不容易 知道这一个原则 不管从哪个角度考核 咱们都可以把这分拿到 后面是管理体系的 与主要程序 在这里边啊 我们呢有一个考点 就是职业健康安全风险控制措施 计划是以改善劳动 劳动条件 防止工伤事故 预防职业病和职业中毒 为主要目的的 一切技术组织措施 具体包括以下四类 好 这四类都是什么 案例补充系 第一个是职业健康 安全技术措施 啊 这包括什么呢 防护装置 保险装置 信号装置 各种防护设施 工业卫生技术措施 包括防塵 防毒 防盗生 防震动措施 以及通风工程 辅助防污措施 包括离语室 更衣室 消毒室 安全宣传教育设施 包括啊 职业健康的安全教材 图书 仪器 施工现场的安全培训教育 场所设施 好了 两个措施 两个设施 咱们一定要记住它 这个如果考试考出来 应该说是我们呃 就是原文 另外一个点 能考的 已经考过了 这是一个还没有考 叫能考而未考的点 呃 这个点就是职业病预防 说施工现场职业病预防的主要措施 这个考过了 尽管后来教材有一些变化 但毕竟是曾经考过的点 我们就把它给予以弱化 呃 第二节啊 环境管理体系的要求 呃 尽管它绕到环保明师工了 但是呢 从我们考试的角度上说 很难考核 给它弱化就可以了 那相当于 在我们的整个职业健康当中 只有一个点 那四个 两个设施 两个措施 其他的 不用去看了 那么第二部分内容 就是市政公用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 这里边 考试应该说考的频率 还是不低的 也是分为我们三节内容 其中呢 第二节 考过两次 在2007年 在2007年和2013年 工程档案编制主要是资料啊 汇集整理 移交 这部分内容 考过两次 工程竣工备案的有关规定啊 这里边呢 应该说也是两次考核 2009年啊 2009年啊 和我们2015年 但2015年那个知识点 应该说 呃 不是我们教材以内的 那个是考了一个我们的呃 竣工验收呃 他的相关规定的一个规范啊 这个是结合我们的教材 管理法规 但是结合一起都不全 那道题应该是考的应用型的题目 也算是两次吧 而我们的工程竣工验收的要求 这里边应该说 他主要介绍的是我们的检验批 分项工程 分布工程 单位工程的相应的验收 但是真正考试 他经常问你 这分布工程 分项工程都有什么 这种题呢 其实考过三次 但是这个三次的考核 都没有考教材当中的内容 2010年 2014年 考的是我们的道路 桥梁和挤排水 构筑的规范当中的这个内容 那个分布分项工程检验批的验收的表 而我们2020年考到这个知识点 也是相当于我们标准规范 和那个竣工验收的单位工程划分 所以说这个第一部分 校材中写的挺多 但是他都是把项目管理当中的内容照搬过完 真正考试 注意啊 第一 整个第一节 相当于他的延伸点考过三次 但是校材本身的还没怎么考过 那我们回顾一下啊 这些都是项目管理校材当中的内容 咱们快速浏览一下 施工质量验收规定 验收程序 比如检验批还有分项工程 监理工程师 就是不是总监啊 普通的监理工程师 组织施工单位的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进行验收 普通的专业监理工程师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分部工程呢 就得总监出面组织了 那么对于施工单位 一对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技术负责人 质量负责人就得来了 毕竟是总监出面了 当然了 涉及到重要部位的地基啊 基础啊 主体节奏啊 这主要设备 这些啊 我们分部工程 勘查的设计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也应该给他参加 而我们单位工程 一定记住单位工程 施工单位啊 自行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检查评定 然后总监理工程师 组织专业监理工程师 对工程质量进行 竣工预验收 施工单位 自个自行组织组织 人家总监啊 组织自己监理这儿 也要查一查 啊 这些对存在问题啊 施工单位及时整改啊 整改完了 注意这个是施工单位 向建设单位提出交工 整个提交工程竣工报告 申请工程竣工验收 这就得建设单位来了 那么单位工程中 如果有分包的 分包单位也要自检 当然这个过程总包单位派人跟进 好 那么建设单位接到工程竣工报告的时候 应该由我们建设单位的这个项目负责人 组织 我们包括施工单位的 设计单位的 勘察单位的 监理单位的 这些负责人进行单位工程验收 好了 那么专间对于分项工程 检验批 那个是专间组织 而我们的分部工程 总监组织 对于我们单位工程 就是建设单位组织 好 这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 后面质量验收合格依据 与质量验收不合格处理的规定 呃 这里边呀 咱们不进行在这一一展开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支点 就是我们整个的什么呀 整个项目 整个项目管理当中啊 在这写的非常清晰 但凡我们对项目管理这个专业课 比较熟悉 对这个点啊 都会看着一点都不陌生 那么质量验收合格依据 大体上是验收批啊 那么验收批这块主控项目的质量 经我们抽检合格了 一般项目呢 你得差不多都合格80%也剩 超差点这个值啊 必须啊 在允许差值的1.5倍范围以内 告诉你 低不能超一公分 结果呢 你低一15毫米 注意啊 不能再低了 这是个下限 不能无限的低 那肯定不行 工程的材料啊 进场验收啊 复验都合格了 试块啊 试镜啊 也验收合格了啊 资料呢都齐全都没有问题 这个验收批就没问题 那么分项工程 那分项工程啊 它是所含的验收批 质量验收全部合格了啊 那么你分项工程等于就合格 当然资料 你得齐全 那分布工程 其实相当于 以分项工程 验收都合格了 资料齐全了 当然涉及到结构安全使用功能的这些实验也合格了 外观没问题 好 分布也合格了 那么分布合格 是不是等于单位也就合格了 当然也是资料完整啊 也是涉及到质量安全的 这个实验也得合格 那主体结构的检测呀 抽检呀 等等 这都也是合格 外观合格 这个倒没什么难的 其实相当于啊 你这验收批没问题 那你的整个分项工程就没问题 分项工程没问题 那么你的分布工程也就没问题 分布工程没问题 单位工程也就没问题 这种地方咱们要熟悉 但是考吗 真的不是这个考法 所以咱们梳理一下就可以 后面就是关于竣工验收啊 工程竣工报告 不是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啊 这施工单位编写的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加上验收就是建设单位编写的 那工程竣工报告都包括什么内容 这里边不多啊 这六条 什么工程概况 施工组织设计文件 工程质量检查结果 符合法律法规及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工程施工 履行设计文件情况 工程合同履约情况 好 这叫什么呢 工程竣工报告 应该包括内容 这个考试 如果下沉一下考法 是可考到的 2021年2点考试 啊 涉及到的一个多选题 说工程竣工报告 都包括什么呀 盖矿施工组织设计 啊 工程施工监理报告 你是工程竣工报告单 是我们的施工单位编写的 你把监理报告拿过来 不行吧 施工啊 旅行设计文件情况 合同履约情况都没问题 只有啊 他是有问题 呃 工程档案编制要求 大家注意啊 这个档案编制呢 考试 考过两次 但是 上一次考 还是我们的2013年 这已经啊 如果是八九年了 那再考 原来的考核呢 都是一个方向 如果再考 我们注意啊 一些细节 第一个 工程资料管理的基本规定 首先工程资料应该为原件 啊 应该随着工程进展 同步收集啊 整理 并按规定移交 这没什么可说的啊 但是呢 有很多的时候 还是要有很多的复印件啊 呃 分类于主要内容 咱们注意啊 有基建文件 有监理资料 像这些 我们这儿 把考试 不会考到 因为我们建造师 主要施工单位的 施工资料 这个要注意啊 那么施工管理资料 施工技术 文件 物资资料 测量相控资料 施工记录 验收资料 质量平定资料 这些内容 这个万一要在这儿分类考核 或者多项题 他拿上面的作为我们真正这考点的 干扰项啊 多项题能够出 后面施工资料管理 施工资料管理这一块 大家要注意 曾经考试 就是围绕资料管理这儿 展开考核的 两次考试 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一块进行展开 施工资料 应由建设单位签署的意见 或监理单位认证的项目的整个认证记录 施工资料应该由施工单位编制 这个肯定的 其中部分资料应该移交建设单位 承建档案馆分别保存 好 后面就是重要的 总承包项目 由总承包单位负责 汇集并整理有关的施工资料 那么一定注意啊 这个总承包单位负责汇集 整理有关的施工资料 这里边分包的单位呢 他也得有他资料 做是他做 但是你是汇集整理 所以分包单位应该主动向总承包单位 移交有关的施工资料 千万要注意啊 在考试当时都是考的什么呀 分包单位分别向我们承建档案馆啊 那提交资料 这肯定不行 呃 施工资料特别注意 需要是注册建造师签章的 应该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签字盖章 后面这一条一定要注意啊 跟过去有明显的区别 过去呢 资料有一个预验收 现在没了 列入承建档案馆啊 接收范围的这些工程 那么承建档案管理机构 按照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的这个规定 对工程档案进行验收 现在不要再提预验收 过去呢 档案馆对资料预验收 预验收合格了 你才能工程竣工验收 大家应该对这个很熟悉吧 但是现在啊 这个常见档案馆再也不是那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联合验收 那这样你的吃相就不能太难看 所以啊 这个是合情合理的 过去他有一票否决权 他在资料这预验收说不合格 你就没份验收 啊 现在不是啊 一定要注意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后面是提交企业保管的施工资料都有什么 注意啊 那么提交企业保管的资料 这里边施工管理资料 施工技术资料 物资资料 技术测量资料 施工记录 验收记录 好 这个是选择题 不是按理题啊 移交建设单位保管的施工资料 这里边一定注意啊 我们为什么把这两条找出来 因为这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尤其是试证工程 对于测量的工程测量负检及预检的记录 永久性水准点的位置构造物所在施工过程中测量 呃定位记录 有关实验的整个外额观测的记录 这里边为什么说它是很重要的点 因为大家想想试证工程 比如管线 真正的我将来是到底看你管合格不合格吗 用上了埋下去 一般没问题 但是后续施工的时候啊 咱们后续施工 你得知道我这管是从哪拐弯的 它的坡度是多少 埋身是多少 中线在哪个位置 这是很重要的 影响后续施工 所以提整个移交建设单位保管的资料 它有可能把测量的相关内容拿出来 那么把测量的咱们就说一说 后面是关于工程档案的编制与管理 这工程档案的资料怎么编制啊 这两条要注意 一个资料的排列的顺序 一般是什么 封面目录文件资料备考表 还有这个封面应该包括什么 工程的名称啊 开竣工的日期啊 编制的单位啊 封策的啊 政策的编号啊 单位技术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或法人委托人的签字 并加盖公章 好了 这是考试 如果真正考出我们按立体啊 其实是挺幸福的一件事 在最终的资料这 咱们应该知道正点 后面是工程竣工备案的有关规定 这个点呢 是很早以前考试考过 大家一定注意啊 2015年 当时考的就是我们这个文件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 竣工验收的规定 这个规定呢 我们这个教材上没有详细写出来 但是竣工备案的一个大体的一个程序 咱们得知道 早年考核过 首先竣工验收备案 得经施工单位自检合格 符合这个我们的相关啊规范的规定 符合这个要求啊 方可进行竣工验收 施工单位得符合 第二个 施工单位在工程完工后 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报告 申请竣工验收 而且要经总监力工程师签署意见 这是施工单位 自检合格 人家签署意见 向建设单位啊 提出竣工验收啊 提交我们工程竣工报告 那么后面就都是建设单位该做的事 但是考试非要考我们施工单位 对符合验收要求的建设单位负责组织 谁啊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组成专家组验收 那么建设单位必须在竣工验收七个工作之前 将验收组的时间地点验收组的名单 书面通知负责监督该工程的 一定注意啊 现在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不是工程质量啊 已经给我们原来的这个说法 也是有明显的区别 好了 这个呢 其实就是真正的验收的要求 至于验收合格之后 去备案 这边施工单位置就应该更远了 好 那么这个支点 曾经考过 现在呢 已经多年没考十多年了 我们要再考还要注意他的 另外呢 我们说一说啊 就是咱们考试 经常考核什么 经常会出现考核 咱们道路啊 桥梁啊 管线啊 等等 分布分项工程检验批 对于规范道路 依据的是C勾勾1-2008 我们呢 其实在前面道路一开始 把这个道路的分布分项工程检验批 给大家梳理过 呃 比如道路分布工程 路基啊 基层啊 面层啊 附属购物啊 挡土墙啊 地下通道啊 等等 然后呢 它的分项工程啊 什么比如道路的路基的分项工程 土方 石方 路基处理 路间 不是说必须都有啊 有可能就有土方 有可能就是石方 有可能都是有的 好 检验批是检验的批次是到数量值